加拿大統計局今日公布 6月份全國的失業率升至6.4% 是兩年多以來的新高 而失業人數亦都增加至140萬人 而另外大溫地產局這個星期 亦都公布了6月份區內的房屋銷售量 較去年同期大跌了近兩成失業率維持上升 而加上通脹反覆下 會如何影響到央行在這個月稍後意識 以致對樓市和整個經濟市場的影響呢 在今晚的長景一周 我們請來專家和我們分析一下 本國6月份的失業率較上個月上升0.2%至6.4% 是29個月新高,亦都高過市場預期 統計局數據顯示 全國同期按月減少1400個工作機會 失業人數升至140萬 其中15至24歲青年男性失業率也有所增加 財經分析師宋浩輝認為 就業市場現在變得疲弱 是受長時間的高利率環境影響 因爲利息一直減得很慢 因爲現在經濟轉弱和失業率上升 因爲之前加了10次利息是效應 因爲之前已經去到達6% 因爲那時應該開始減息 失業率自去年4月以來呈上升趨勢 早前公佈的通脹率也輕微反彈 整體經濟環境變得越來越差 宋浩輝說央行還有兩個星期就會舉行議式會議 這些經濟數據都是央行考慮減息的其中一個因素 而外界對於央行會不會繼續減息意見不一的同時 宋浩輝就認為有減息的必要 去到6.4% 就是好像6.5% 其實已經是一個我們幾個警告 所以來説去到6.4% 再加上這個西域人數上升 另外來説之前上個星期也出了那個 破產的那個比例都可以上升 其實已經明顯地顯示有急需是需要減息的 所以在接下來7月24日的意識 很大機會是在加拿大那邊 我們這邊就會有減息行動 我估計可能會減0.5% 另一方面大灣地產局 今週也公布6月區內房屋銷售量是2418間 較去年同期錄到的2988間下跌19.1% 同時大灣地區掛牌出售的房屋數量 較去年同期飆升4.2%至14182間 至於負存量就累積到1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宋浩輝說 數據顯示火目前滯銷 買賣雙方都受制於高利率等政策 同流價因素而不敢入市 加拿大這邊也說了資本增值的計劃 所以這也使得市場有點擔憂 究竟會否有新的政策出來影響市場 這個利息會更加影響市場 而現在開始多出售的名單 但市場仍然是滯銷 因為賣家也不想減價 賣家也想等一等 都會否遲些再減息 會便宜一點 所以現在就在這個時段裏面 宋浩輝又說 央行下半年或者會有多次的減息行動 相信對樓市會有刺激作用 不過預計要去到今年年底才會見到效果 今晚的《財經一週》就說到這裡